马路上车来车往 其中私人运据中 高雄的机车使用率偏高 发生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也特别高 市议员吴义镇指出 以日本为例 在加强宣导夺达公共运据的措施下 有助于达成交通零死亡的目标 此点获得交通局长的认同 各种做法 只要降低那个死亡率 你以为它动作写的目标 你才能完全 你才知道要法令 要建设 要有哪些预算 要达到哪些目标 你这样才能做 否则我们每次计划一大堆 会开一大堆 结果我们使用率还是增加 对于公共运输这一块 其实我已经把它当了一个重点 在做推动 所以包括Ubike 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的 让它把站点扩大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 移转一些私人运据使用者 而针对高雄和台北 同样推出可以搭公车捷运 等公共运据的交通月票 但在售价上比一比 高雄似乎贵了一些 吴义员希望交通局 能够提出更优惠的方案 吸引更多人愿意购买交通月票 能够在路全 还有一些路口的安全部分 做一些改善 那同时包括我们的捷印系统的 新建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应该要从多面向多管理一下 所以说我们希望高雄 是不是能够一个改善 整个降低死亡的一个 降低死亡的一个交通的元年 开始来执行 除了鼓励民众多搭公共运据之外 市府交通局也以调整路宽 以及缩短耗置连锁等方式 进行车辆的速度管理 希望用路人遵守慢看停的原则 强化交通安全 记者李正到来长邦高雄报导 这个议题的是江湖光局 对高雄的运载 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年底